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能不能保得住呢 就是我们的3Q行动 这是罢免立委陈伯伟呢 连述行动呢 今天开始要进入第二阶段了 提案的领衔人呢 杨文元今天一大早来到楼市杀戮市场扫街 他背着行动电视 播放陈伯伟种种承诺跳票 以及失格失能的行为 杨文元呢 向民众来表示说 陈伯伟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需要改进的 以及罢免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呼吁台中第二选区的民众 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当中 一块把罢免连数冲到四万分 我们罢免他的理由 第一点就是证件 跟他的承诺一再的跳票 例如中火停机一天 例如 例如 雾峰买房 不知道他投几款买了没 第二点 他的地方服务不作为 然后再来 他面对反对的声音 只会抹黑 就像讲的 他的服务处从桃园开到新竹 再开到台南 可是地方的服务处 居然开得比外线市还要慢 他面对质疑的声音 只会抹黑对方不正常 抹黑对方是猴子 第三点 他在立院 他在社群媒体 失格失德 不配当立委 发生埋迁建 港人来贪兵 成立内交部 还有最近的咨询 很虾 虾子等于疫苗 谢谢 这位姐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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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讨厌 很自快 很誇大 很誇大 我觉得有在做 第一次实时再来就好了 实时再来有在做 不要讲的口水就好了 你觉得要实在很来自这样 不要只是口水战这样的吗 对 我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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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你靠嘴巴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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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没有在做事 因为他都一直在高雄 然后他都去帮忙 那个陈其麦做事 就我们感觉就是这样 因为我就想说 像之前那个淹水的时候 不是都是那个 淹宽很 就是出来帮忙 对 帮忙雾峰那边的 就是去帮忙清水沟什么的 对 我是这样觉得 我就觉得他都没有在做事 而且他很会作秀 然后他说什么 要让那个中火停一天 也都没有 对 都只是口水在那里 对 那对于说 他只是来自这件事 就更讨厌他 对 所以说怎么可以 为我们人家的女士呢 对 因为他都不知道 因为像我自己小孩 就是本身 我们念书 他是超过PA2.5 他就是 学校就是不能上课 就是没办法继续 就是没办法去操场运动 然后他就是 他自己就是说 要解决台中这个 空污的那个问题 然后他都没有解决 然后又要让我们小孩吃来几 对 这些东西 很烦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